继续回来 我们就讲到第四篇的信息 就是以色列之歌 我们就讲到以赛阿书第27章 第26至27章的主子差异不大 两章都是歌众神的诗歌 是信心的海歌 作者或学者都是尚文 就是犹大人唱的 而这一段就是北以色列人唱的 这两章就是代表神的选民的戴盒窗 主题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回合 而每个回合都有恶人受罚 和选人蒙福这两个大点 我们就一起看 这是第1回合 就是27章的一召第6节 我们就一起看圣经 1节到6节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 光硬有力的大刀 刑罚鳄鱼 就是那些快行的蛇 刑罚鳄鱼就是曲行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当那日有出走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着这个圆 歌唱话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囂观 昼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我心中不存愤怒 唯愿惊激 泥疾愿我交战 我就勇往直前 将他一同焚烧 要不然的话 等我持住 等他持住我的能力 令他和我和好 怨他和我和好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 开花 他的果实必充满这个世界 好了 我们先看第一节 就是这个恶人的审判 我们再看圣经 就是到那日 耶和说 必用他肛硬有力的大刀 刑罚鳄鱼 就是快行的蛇 刑罚鳄鱼 就是那个曲行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这里就是 连接着上文的思路 当那日来临的时候 神必将选民的仇敌 尽情地迁灭 先知以极优美的诗词 词汇 有形容这词的大千敌 鳄鱼就是嘉南神话里 被巴力撒陆的大怪物 又是快行的蛇 曲行的蛇 而不少学者就使用快行的蛇 和曲行的蛇 分别指 底格里斯 和又法拉底 两大河 就是亚述和巴比伦 因为前者就是洪流 沖涌 是快行的 而后者就是弯曲 曲行的 延伸万里 除此之外 神的刑罰 又临到海中的大鱼 他们也是先后受到 神干硬有力的大刀 来審判的 海中的大鱼可以比喻埃及 而B就是选民的復元 第二至第六节 在神的刑罰选民国历代的侵略者之后 先知就发出重赞感恩的诗歌 就像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那样 作者就是以神为葡萄园的园主 悉心照料这个园 猜派先知来伯仁来照料 无奈这个园又不争气 生了一些荆棘泥质 但神是吾以此为伍的 反怨和荆棘为敌 就像国中的恶人 将他焚烧 或者让荆棘难受 或者忍受主人的能力 就是焚烧的能力 就盼望他和主人可以和好 无论如何都好 葡萄园里面的荆棘消除了之后 葡萄园势必再发芽开花 果实丰盈 整个世界都会受惠 正正是埃布尔拉罕的约完成的时候 創世纪第十二章三字 就历史来说 这是先前没有应验的例子 但到那天到那天就会应验的了 到第二回合 就是第七到第十三节 A就是选民的审判 就是七到第十一 我们先看七到十一 主激打他们 豈好像激打那些激打他们的人 他们被杀陆 怎会像他们被他们所杀陆的那样 你打发他们去 是相机而与他们相争 刮东风的日子 用暴风将他们驱逐 所以雅各的罪业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 存在乎这一毒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 变为打碎的灰石 以至到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 因为坚固成变为凄凉 成为撇下利器的居所 好像旷野一样 牛毒也必定在那里压草 在那里躺饿 并且压尽了其中的树枝 枝条枯干必被截断 虎女就要来点火焚 要烧着 因为百姓无梅无知 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会连述他们 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给他们 本段强调神审判选民的刑罚 就不像他审判选民的受敌那么严厉 苦痛固然不在话下 但就不像审判外邦人那么长久 神打法选民到秘魯之地 是相机而之举 而致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做 神就和他们相争 就是指借着外邦人的侵略 就像暴风一样 将他们驱逐到被巨的地方 全部都是相机而的 而神的用意 就是要选民在国难当前 向神求赦 求开恩 求赦便 先知就说 好了 让到外邦人侵辉他们 就是在存在乎此 他们罪得赦之后 必粉水一切偶像祭壇 清心求告神 但他们的城市 先被外邦游轮破坏 铁园变成矿野 牛毒无人看管 食尽不应该吃的枝叶 愚脂就是供柴火之用 全因为选民愚会无知 力气创造他们的神的后果 接着就是到最后 就是选民的復原 就是到第十二至十三节 以色列人到那一天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收集 如同人打树十果一样 当那日 必大发觉星 在亚述地将而灭亡 并在埃及地被驱散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作者寄述到 神是如何来审判选民的时候 耐心不其然发出极大的感触 也好在神被他启示 就是到那天 选民必蒙神恩代復原 那时神就从各地收罪选民 令他们归回故土 东面的大河和西面的埃及小河 在英许地东西两边的边界 代表着整个的英许之地 现在神就像农夫打树十果一样 亲自收拾他们 收藏他们 将以色列从秘魯之地带到石安 在那里恢复原有的神志的国度 以神为他们的敬拜的对象 24-27章就是以伟大的预言作传断的结束 好了 讲这一段 神必救赎以赛亚书全译就是马友组作的 这个范围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启示录 就是24-27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讲以赛亚书 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